大家好 我叫熟田 本次的研究目標是 魚鱗二次代謝物對於海水觀賞微型鋼的應用性評估 觀賞魚養殖及其文化成為人們一種健康優雅的生活標誌 海水魚蝦是以繽紛亮麗的色彩 以及優雅多變的型態而變受信賴 在追求生活質量的時代 海水魚水族讓人們眼前一亮 可以減輕青少年工作壓力 可以讓老年人勞有所樂 以及可以讓孩童開闊視野增長見識 而海水觀賞蝦作為富有生命力的天然藝術品 從藝術的角度豐富了文化的內涵 水產養殖及加工技術的快速發展 進而產生大量的魚副產物 其可能引起環境的問題 其中魚鱗中富含了膠原蛋白 以及還有豐富的輕氧肌磷灰屎 因此若能找出適合下列生長的環境 並瞭解其生活行為 能在一定的環境範圍內順利的試育 以及藉由添加魚鱗二次婦產物的應用 提高活存率及體態的生長 這對於觀賞水族及生態教育都富有重要的意義 我認為我們要營造一陰 建造一陰 建造一陰 寬佛 駅 優勳